那所以OS.work 跟剛剛的那個三重跟中立 這兩個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做的事情重複 那就是在回圈裡面做嘛 所以是在這個 for i in range 的這個回圈底辯 然後呢我們就逐一逐一個把 list 1 裡面的中瓜弧 0 就是三重.pt 然後把它取得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把上面的這個 其實上面有兩行一個三重的中立 那理論上拿中立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把它複製下來之後記得按一個 tab 鍵 因為 for 回圈 要在 for 回圈裡面做事情的話 記得一定要在 for 的下一階 所以記得把這兩行選起來都按個 tab 鍵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這個回圈裡面做底下這兩個動作 OK 記得你不能同一階 同一階就錯了啦 OK 然後做什麼事呢 做就是呢 讓它不斷的替換這個檔名跟副檔名 所以記得把中立.tat delete 掉 然後後面再串接什麼 串接這個 list 1 裡面的哪一個 所以哪一個的話 sac 加號嗎 list 1 的哪一個嘛 中瓜弧 然後裡面就放個 i 就可以了 ok 所以它會先抓 0 所以list 0、list 1 一時類推 然後呢 但是這邊會有個錯誤啦 你會發現它這個錯誤是 我看一下這個錯誤應該是在這個 這個就是只要你這邊有一個串接符號 那如果這個 r 它就沒有辦法幫你把這個轉 轉換成兩個喔 所以特別是這邊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下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的話 那會出現錯誤 這個比較特例喔 ok 記得喔 如果你串接符號前面的這一個 反斜線的話 那記得要把它改兩個啦 那其他還有哪邊要改 底下的話就串接 那串接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它存檔嘛 存檔就是再把上面這兩行 這三行把它拉到下面 按Ctrl 鍵 拖拉 就是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呢 要做什麼呢 最後呢 一樣把這個Ctrl 1 把那個註解拿掉 那我們一樣存在 all.tst 裡面 應該就ok了耶 看一下 最後這邊有個錯誤訊息 f.read ok 不過還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s的變數喔 這個s的變數喔 目前呢 它產生的位置呢 是在這個4回圈的底下 也就是說呢 這個變數是在很裡面很裡面 有點像是喔 你的資料是放在抽屜裡面的很裡面 那這個時候它會發現一個錯誤 我看不到資料在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要看到資料 你不能把它寫到這個回圈的最下層 因為它變成是屬於回圈裡面的一個變數喔 這個叫區域變數啦 就是有點像你可以把它想像 這個資料是放在抽屜裡面的抽屜裡面的抽屜 那你不能取 所以怎麼辦呢 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請你喔 在那個4回圈上面喔 多加一個去數叫s等於空的 那這個有點像是喔 我先喔 產生這個s的變數 那我產生的地方就在桌面上 我不要放很 因為如果你假設在這邊產生的話有沒有 因為它我前面講過這個變數是 它第一次被使用 就是它產生的 它產生在回圈裡面 就是最裡面一層 所以外面我要取就取不到 而產生的錯誤啦 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你在4回圈 記得喔 那個階層很重要 你不能寫到裡面 你把它放在外面 那我一般習慣 會在4回圈的上面 多加一個s等於空 因為是在怎麼樣 我要產生之前 我就先把它放在最外層 有點像資料 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我很好取得喔 好 那這樣應該OK了 所以理論上 應該沒有加太多東西啦 就是加一個這個 OS.Walk 然後把上面這一行 拉下來改 然後這三行跟這邊一樣 頂多是加這個啦 S等於空的 其他還有這邊 這邊可能要兩個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應該可能就差不多了 不過好像還有一個Bug 我們先執行一下 把它Run一下 有沒有Bug 看起來沒有錯誤訊息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到那個我的桌面上 不是我的桌面 我是放在那個全程郵局地址的前一層 下載的地方 會有一個叫 O.TST 我放在這裡 放在這個 對 放個位置在這邊 有沒有 我放在download底下的 這個 O.TST 那我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這三重嘛 但是有個問題啦 第一個問題是 欸 奇怪了 他開頭的地方怎麼就直接換 換行兩次 這邊有一個反斜線N 這邊有一個反斜線N OK 這個好像是一個小Bug 這個等一下再看 然後底下的話中立 中立沒問題 一直到底下 這個是南投 南投也沒問題 所以理論上應該下方 一直到最底下 應該就全部存完了 沒問題 只是說有一個地方不太OK 哪裡 就是說呢 他在三重的上方 也會出現什麼 兩個換行 那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應該出在這兩個換行加的位置 那為什麼會前面多兩個換行呢 其實主要原因應該是 因為三重你一加的時候 他前面就加兩個換行 所以這個應該怎麼改比較好 我在想 應該這個兩個換行 不要加在F.Read的前面 應該加在F.Read的後面 所以我把這個加兩個換行 放在哪裡呢 放在F.Read的後面 所以三重先把他讀進來之後 然後兩個換行 中立 然後兩個換行 這樣比較合理啦 不過可能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最尾巴的那個 好像是鳳桑 他會多兩個換行 因為每一個都是檔案 兩個換行 檔案 兩個換行 所以會變成說尾巴會多兩個換行 不過我們大概知道了 至少比那個三重開始就兩個換行 應該狀況會比較好 當然如果你吹毛求疵 應該是 可能要把最後兩個換行拿掉啦 不過我是覺得無傷大雅 不影響就算了 反正就這樣執行看看 執行 好 那這個時候我再把剛剛那個檔案 重新再打開一下 不過可能要先把舊的關掉 不然的話他會沒辦法更新 打開看一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沒有那個剛剛的兩個換行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下方 但是衍生出來的 這個不是大問題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在鳳山的最下面 會變成有兩個換行 OK 這個應該是不影響 所以我們大概暫時就不解決它 OK 所以目前看起來 應該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全水郵局地址 把它合併成一個檔案 就是叫做O.TST 放在他的資料夾的旁邊 有沒有 全水郵局地址 這個裡面 然後在他的上一層 會有一個O.TST的一個檔案出現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不過啦 這個做完之後 馬上就有同學馬上反映說 老師我工作裡面常常都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呢 我們會有合併的需求 但是也有分割的需求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工作需求是 希望把它合併完之後 然後把舊的這些檔案怎麼樣 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再把剛剛的O.TST怎麼樣 再把它放回來 讓它可以恢復 哇 這個 好像很難喔 OK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這麼難 我跟各位講 其實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我剛剛有特別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在每個檔案跟每個檔案中間有沒有 多兩個換行 那為什麼要多兩個換行 其實呢 主要就是要佈局啦 有點像 一般 像YouTuber常常說什麼 鋪梗 對不對 要有個梗 就是說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 你就沒有辦法達到後面的這個效果 所以喔 為什麼要兩個換行 那到底很簡單 我可以再利用一個方法 把它從這個兩個換行中間切開不就好了 有沒有 把它切開 切開還記得有一個函數有沒有 對 Spritch對不對 那我們不是把這個裡面的檔案讀進去之後 再利用那個Spritch切割之後嗎 那它不就可以把這個放在0的位置 這個放在1的位置 依實類推 0 1 2 3 4 總共25格 把它24 欸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0的地方呢 存一個檔 檔名就叫三重.tst 然後存在哪裡呢 存在我剛剛的這個目錄底下不就好了 存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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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存一個檔 叫三重.tst 然後呢 中立呢 中立.t 那不就 25格又恢復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試試看好了 你們待會可以試一個動作 可以把這裡面刪掉 然後下一步就是要想想看 可以再把它分割回去 那分割的提示喔 方法很多啦 當然 我最早想到的其實不是用sprint 我最早是想到是用 用尋找find find find那個兩個 位置 不過我發現好像比較難 發現用sprint 比較簡單 sprint切割之後呢 零 三重把它存一個檔 中立存一個檔 等等的 通常把它存進來 那怎麼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喔 所以剛剛的話呢 基本上喔 我們把它改完 改出來的結果 雲端上應該有一個一樣的啦 看一下 我寫的應該都在雲端白板上面的話 有全部讀取在這裡 這個 所以在35頁的地方 OK 一模一樣 把它放大一點點喔 就這一個 那可能你要記得注意一下就是 那個目錄的名稱 我的位置不一樣喔 我之前 我是用那個 D冒號斜線 如果你的位置不是在這邊 你就換個位置喔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那這個兩個雙引號這邊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再加一個雙引號 那還有 這邊有一個s等於空的啦 其他 就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35頁的地方 那這個 做完之後 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我要再把它 分割回去 喔 真的 不過啦 當然這也是模擬 就是工作上會遇到的狀況 不過工作上本來就會常常遇到 就是資料的分分合合嘛 不是常常是這樣子 有時候要分分出去 有時候要合合 那後面其實你也可以透過什麼 Excel 有沒有 比如說你說老師我25個檔 我希望把25個檔喔 幾個方法 通通會到Excel 比如說通通都丟到Excel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之前剛剛才講過嘛 有沒有 有沒有 用那個sheets.append append append就是給它一個串列就可以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 把那個你開起來 那個檔案裡面的那一列之列有沒有 把它轉成一個串列 所以就可以丟到Excel裡面了 喔 所以喔 那有幾種解法 一個是說把25個檔案全部匯整在一個工作表 好像比較簡單 第二種是可以把它分別 三重放一個工作表 中立放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呢 每一個個別放一個工作表 那不就也是合跟分嗎 只是說合跟分喔 是在不同的地方啦 至於哪個效果好 就堪因人而異嘛 OK 數一下這個部分 所以我剛剛學完的程式喔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5頁喔 基本上應該一模一樣啦 請特別注意啦 當然你可以複製貼 不過我建議你 最好還是自己喔 可以打一下 因為你要以後應用喔 就比較知道該怎麼改 因為這個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只要一個bug 我跟你講 一個bug可能會讓你卡非常久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未來希望能夠應用 比較沒有什麼障礙的話 還是要學會如何找出那個bug 所以有bug 很容易有bug的地方 我都會特別強調 而且我盡可能的在我講義 雲端講義上面 會幫你塗個顏色吧 你知道那個 可以把那個容易錯的地方避開 我覺得寫程式應該是還滿愉快的經驗啦 OK 所以怎麼樣讓那個程式 寫程式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 我覺得 倒是可以思考一下啦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都一樣的問題就是 你將來一定會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事情 不可能用土法煉綱的話 那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個程式 可以把問題給解決 那假設我們模擬一下 我們的工作需要 我希望把全省郵局地址 25個檔合併 然後又有一個需求 可能我又需要做另外一個報表 有沒有 我那個報表一個是全部的整體的 那我另外一個報表是我要個別的 那我個別的話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資料幫我分開來 然後再把它分開回去 能夠合也可以分的話 那不管 反正將來資料怎麼放都沒關係 試一下